1990年就有制定標準 到2005年 也就是目前美國軍方採購抗彈板的唯一標準 主要標準 叫做ESAPI 增強型輕武器防護插件抗彈板 這是軍規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請國防部注意的是 如果有軍規 你為什麼要採用美國司法學院的標準 我們在用的是軍人 是國軍的男男女女弟兄姊妹 97年到現在幾年了 30年 共軍換了QBZ95式步槍 這個95式步槍所用的子彈 從1997年開始 就已經淘汰剛才的7.62 改採5.8厘米的子彈 那為什麼 我們的國軍面對的威脅唯一就是中共解放軍 那中共解放軍已經沒有用7.62 我們的防燈背心的測試 為什麼還要拿7.62測試 你為什麼不拿5.8厘米的來測試呢 原因 最後一點 因為中共解放軍的5.8厘米子彈 共軍連他的朋友都不出口 不出口的時候 美國在測試 模擬 中國解放軍 所使用的5.8厘米子彈 是採取 5.56厘米 M855 鋼心彈 這是最接近5.8厘米子彈 的動能 這是 5.56厘米 M855 鋼心彈來模擬 5.8厘米 這是最接近5.8厘米的 鋼心彈